在台灣的客家文化及美食 在爸媽那一帶絕不陌生 今天吃什麼 阿咪帶大家來嘗嘗很有熟悉感的 融合客家味的美食 就在廣東風順這客風潮味的小吃 爽脆又爽口 就是有讓你一咬就上癮的口感 首先這樣蒸好的板 加上炒好的豬肉 豆干蒜苗燈的配料包在一起 就成了特色小吃捆板 這捆板能夠深得吃客們的心 關鍵在於原汁原味的傳統製作方式 從製板開始就是用冬米 泡水一個半小時磨漿而成 據說捆板是風順的客家祖輩 自北南千之後 因為當地不中小麥 而改用大米來磨粉製板 北風南味 別具特色 同樣保留傳統製板手藝的 還有這一家近百年的客潮美食 飄香的牛肉板湯 將牛肉挑掉牛筋 逆著牛肉的紋路切切切 細膩的刀工相當講究 因為這關係到的就是 牛肉刺起來的口感 接著把切成條狀的板 湯水煮滾再瀝乾 加入牛肉熬煮三小時 這樣一碗又一碗美味生香的傳統小吃 用的料就是要倒地 他主要選取南方特有的水牛 然後結合我們當地的一個板條 比較特色的板條 形成的一個地方小吃 熱呼呼的剛上桌 Q盤的新鮮板湯 確認超級滿足的 而除了這世代相傳的客潮 美食手藝 在豐盛還有這一個千年文化手藝 近乎私傳啦 菩薩植花技藝 是廣東省珍貴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七十多歲老師傅的手中 透過各種小工具細細規整 將梅花花瓣輕輕地又捏又素 彷彿重新給予花朵生命 從小正和父親學藝的他 作品細膩傳神 許許如生 在十二歲我是繼續寫的 我爸爸哥我是寫的 也是因為他沒有做我自己 我自己才去操練 你自己不去操練 你的手不會熟悉 早在清乾隆六年 該地民眾已經會製作沒有枝葉的植花啦 在一九二零年之後才發展成 花枝金葉齊全的整座盆花 清 但是還要用一個 用一個洗肚 洗肚 洗肚 太濕也不可以 太乾不可以 弄得你要爛了 拖裂 你不要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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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濕了 太濕了你歸這個形 你歸到這樣的形 看著可以 你多兩天就可以 在豐盛無論是民俗文化 古圖建築 或是人文風景 還有道地小吃 都能夠找到客潮文化的影子 也是我們記憶中熟悉的 美食和意味 改革文化 壓力 版 abstract